2024年9月7日,亚洲区足球预选赛上,中国队0比7输给了日本队。 也于话,中国人90分钟都不设,也够厉害的了。 搞笑于,日本队守门员搬个椅子到场外喝咖啡去了,不要太轻松了吧。 赞赞赞,小粉红说得好,你踢不过人家,你可以踢人啊。 我们怕,其实我们怕是没有斗志,你踢不过人家,你可以踢人啊,对吧? 这么多国中球员,他们其实也怕手伤,能让人耍着玩啊? 作为我来说,我没有去故意去伤害任何人,大家可以通过回放,也可以看到那个球,我是先用脚踪先把球给断下来, 然后他随后才是头碰到我的脚,并不是说我直接去踹到他,所以说这样的动作,我觉得给东坊还是不大。 0比7,国足输给日本,我们看看赛前拉拉队的表现,各位气势汹汹,杀气腾腾,志在彼得。 对手没被吓尿,大概早已司空见惯,拉拉队和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口号一样,寒得山响,到底没用,刀枪该入,还是要入的。 国足该输,还是要输的,气势吹牛,偏偏自己,胡胡傻子还行,毕竟比赛比的是真实力。 不过输了也没关系,我们从来不缺替罪羊。 这不,多家媒体喊出了一万下课。 这些年,国足的大勺吵了无数个天价亲来的格鲁名帅。 其实体制不改,就算马拉多纳来了,也白打。 这个拳套下来,大家也算再度重温了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流程,包括芯片,新能源车,啥啥的。 我是严小怀,让我们一起投个现象,格鲁之。 第十二分钟,日本队脚球开出,远藤航,投球破门。 日本队一比零领先,在场捕食阶段,唐安律在右路后点掉球,三战勋,投球破门。 日本队二比零,第五十二分钟,南野拓时,轻松过掉蒋生龙,破门得分。 三比零,第五十八分钟,南野拓时,进区前连续盘带,摆脱国足多名防守球员,右脚推射破门。 我们再用慢动作,多几位看一下这击射门。 第七十七分钟,引东垂野,射门,球打在蒋光泰身上,折射进球。 第八十六分钟,引东垂野,助攻前天大然,投球破门。 中国队0比6落后,双停捕食第五分钟,引东垂野,左路横传,九宝建一,进区前,抱车破门。 全场比赛结束,最终,日本队以7比0的大比分,战胜了中国队。